中国 那就是来得很早了 对 是很早了 所以我会说我是在这长大的 我会这么认为 那个时候十岁 对中国来之前对中国有印象吗 有一个什么样的想象吗 哎呀 说实话 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比较丢脸 在美国很多人 他是真的 他不知道中国现在是什么情况 而且都会认为是跟很多年前 穿的那个 哎呀 我忘了 就是种迷的那个会戴的那个帽子 然后全都是种迷的地方 我们是这样想的 就像张艺谋的电影里那样 对啊 就这样的 或是想到那种电影 被朝天的那样 对啊 然后碰到谁都是各种工作 各种武术 对 就是会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你想我们是那样想的 然后一架飞机我们是 就落地的时候是在上海 那个时候上海是全都是高楼 我比美国发达多了 你知道吗 就是一下就 嗯 不对了吧 这是哪儿 到哪里来的 真的是跟自己想的是完全不一样 很难接受 所以这十几年 你已经是身受荣物到中国 我没有办法 人群当中 对 我当时因为当时十岁的时候 我父母把我带过来了 嗯 我我真的说实话 我当时气气坏了 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没有朋友 我不会说中文 然后因为我是一直在家里学的 这个在美国叫home school 在中国现在好像很少有有有有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从小到高中的时候 一直是在家里上了学 就一个人在家里 我们过去有叫私塾 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会很孤独 当时我可能十二岁才开始去去看 哎 他们有一些什么习惯跟我们不一样 包括吃饭啊 什么所有东西不一样 我就一个一个去尝试 十岁便跟随父母来到中国的唐伯湖 与这个陌生的国度格格不入 但是对于这个天生聪明伶俐的女孩来说 这一切似乎并不是难事 他开始努力地学习中国文化 不仅变成了人们眼中的中国通 更重要的是 他还在中国找到了他的梦家 音乐梦 那他是如何与音乐结缘的呢 音乐又是如何改变他命运的呢 你是从小就喜欢唱歌吗 从小就知道自己有这个天赋吗 我真的没有觉得 小时候没有觉得是一个天赋 我说后来因为我父母请了一个保姆 在我十三十四岁左右 请了一个保姆 这个女孩呢是美国的 然后十七岁左右 长得非常漂亮 这一切优优独播剧场上